欢迎观看《帅客》评论历史 我是帅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主席钦点罗荣环 罗荣环为什么拒绝并且又推荐了罗瑞卿呢 1949年2月 也就是平津战役刚结束后不久 主席把罗荣环从北平垫着岛西百坡 那么在西百坡的时候 主席向罗荣环介绍了未来政治协商会议 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情况 同时和罗荣环谈到了有关高层人士安排问题 其中就提到主席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由罗荣环来出任 大家知道因为公安部长他是一个强力部门 这个岗位非常重要 因为他要在建国之前他就需要尽早的累行职责 但是罗荣环听说主席这一安排之后 马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他自己当不合适 他向主席推荐了罗瑞卿 按说这么样一个岗位 按说这么样一个岗位主席又这样清点 罗荣环为什么又推荐了罗瑞卿呢 首先罗荣环他是出于对罗瑞卿的深刻了解 因为罗荣环和罗瑞卿他们两个人从红军时期 他们就搭过班子 在红一方面军他们俩都当过红四军的纵队政委 都当过红四军的政委 并且两个人搭班子合作的还非常密切 因为两个人性格一个是沉静稳重 一个是比较外向开朗 他们俩正好互补 所以在红军那一段战斗经历 两个人的这种合作 指战员们都称他们一个叫大罗 一个叫小罗 尽管罗瑞卿个子很高 但是他资历和职务都不如罗荣环 所以罗荣环叫大罗 罗瑞卿叫小罗 那么再后来大家都知道 罗瑞卿他又任过红一军团的保卫局长 长征的时候 他又任过一方面军的政治部保卫局局长 也就是说罗瑞卿他对保卫工作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基于这些罗荣环提出让罗瑞卿当公安部长 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是有他的这种独到看法的 那么主席一听罗荣环他的这种推出新的人选 显然也是对我们公安事业的负责 对他毛泽东主席本人的负责 最后主席欺然采纳了罗荣环的建议 这样明确之后 周恩来专门就把罗瑞卿从太原召回到北京 这样从6月份开始罗瑞卿就回来筹组公安部有关事宜 开始旅行公安部有关职责 那么对于罗荣环呢 8月份中央又告诉罗荣环准备让他担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的总检察署检察长 那么罗荣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又向中央提出 我身体不太好 我不适合担任这个总检察长这个岗位 但是毛泽东主席这次没有采纳罗荣环的意见 最后还是决定让罗荣环来担任这个总检察长 所以在9月20号的正式会议上 正式明确罗荣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检察署检察长